欢迎收看小李说球 明天十点 胡人VSR太阳队 也算是星球旧恨了 从去年那个季欧赛的胡人一门游之后 太阳也是结了少 虽然说是老扎跟保罗亲如兄弟 一父一母的好兄弟 老扎打保罗的父亲也当自己的爸爸一样孝顺 两个人呢 保罗又是老瞻儿子布莱斯的教父 给的Godfather Godfather 教父 中国就是干爹的意思 所以说也算是老铁了 但明天的比赛也会异强激烈 因为从布克尔到这个什么 当时克劳德不打 布克尔到爱顿呀 这整体太阳还是都想揍这个 揍这户人的 龙梅也说了是吧 如果当年没伤一定能揍出你 今天这个比赛怎么看呢 我觉得胡人应该是赢吧 我期望胡人能赢 我现在看詹姆斯的那个什么 萎靡不振半死不活的呀 我现在看詹姆斯 我真的说实话 我不是 我首先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沾黑 我现在看詹姆斯他两球 我觉得詹姆斯在场上都有点生不如死 就是感觉 看着他这样萎靡不振 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感觉他 我就抢到他一秒退役 把他的高光留在那个场 一场都拿35分的时候 是吧 哪怕输球 一场你给我拿35分也行 七头七重 没有运动战得分 你不是说的运动战你知道吗 老詹哪呢 他妈那叫运动战吗 老詹以前扣篮什么呀 证明是真的老了 老詹真的是老了 但我还是绝策 明天詹姆斯给我得30分了 40分是不是有点大 希望明天詹姆斯能打30分 打赢太阳吧 太阳队是不是还没参加过季前赛呢 我看一看太阳队参加过季前赛了 没有太阳队之前是不是跟太阳队之前打球 是不是输了一个NBL球队 那个是太阳队了 所以说明天还是挺好看的 剩下的话胡人就是要打这个什么者的 赠内郎也不好打 赠内郎也不好打 现在感觉胡人 现在是詹姆斯是人见人欺 是吧 詹姆斯现在是人见人欺了 真吵大黄了 我在什么时候收过这么气 就是来西部 19年没有复古勾之前 从去年开始 我老詹是年年受气 气死我了 我都气了 给我气得过气 我希望胡人能够崛起 但希望胡人早点交易 因为为啥交易都不得了 换来特纳和巴蒂希尔德 干他一跑挺好 非得天天 我不知道 我觉得胡人的管理层 或者老板都有点忍者神规的 这种类型 忍者神规 佩尼卡就是老规吗 说到这里 不想胡人输球了 我再也不想胡人输球了 但是我们无能为力 明天我准备先看一看 看一解 看三分钟 看一看 打不好 我就立马关掉 不要浪费生命了 无人求民记录了 主线 汪尼卡